欢迎老魏 今天两位为什么而来呢 首先我们两个结婚已经两年了 我呢是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然后双方父母呢 也一直在催这个事 但是我们夫妻人 夫妻两个人赏量就是 怎么跟他赏量也赏量不通 您想要孩子您不想要 今天为要孩子来的 是这意思吧 其实也不是为要孩子来的 因为现在他说是想要孩子 但是他现在挣得也少 也不求上见 家务家务不做 然后最近还经常不回家 我们俩的婚姻 现在都继续不下去了 还谈什么要孩子呢 这俩人分歧还挺大的 咱慢慢说 你们谈了几年恋爱结的婚啊 一年 结婚结的顺利吗 好吗 开心吗 挺顺利的 挺开心的 那就说情感还挺好的是吧 那怎么到现在为止 过的这日子又过的 婚姻都继续不下去了呢 因为他不像结婚之前 说的那样了 结婚之前说得特别好 那时候我也顶着压力 家里也不太同意 我跟他在一起 为啥不同意啊 条件不好 对 就是穷妹 是这意思吗 结婚的时候 就基本就是裸婚 没房没车没钻戒 就结婚了 然后那个时候 他跟我说得特别好 而且他这个人特别善良 我也看中他这个人的人品 然后跟我说得也特别好 他说结婚以后 咱们还年轻 一起奋斗 一起努力 什么都会有 我也信了 但是结婚以后 他不是这样 我觉得他就是 好吃懒做 等等啊 您等于是裸婚 嫁给他的是吗 对 什么都没有 就有一份爱情是吗 那说明这爱很真挚 是吧 所以家里还是不同意的 对还是不对 家里 你家里是不同意的 对 之前确实是不同意的 后来裸婚的时候 家里同意了吗 那我一直坚持嘛 就 就反正家里迫于你的压力 也就同意了 可是婚后却变了 你发现他是个懒惰的人 是这意思吗 对 他不是婚前输的那样 他也不奋斗啊 咋回事啊 媳妇骗到手了 并不是 其实我是中专学历毕业 我没有所谓的问病学历 技术方面呢 也只是说一些屁毛 我想办法能给这个家 创造更多条件 但是真的是就在这 能力就在这 也没什么 学啊 他就总是找接口 就是我俩结婚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度蜜月 因为也是条件不好嘛 然后有一次我就看见这个 云南双飞五日游 三千多块钱一个人 我当时就觉得 也不算太贵上 我们俩就一起去玩一趟吧 就当度蜜月了 但最后还是因为说 钱的问题吧 最后也没去 没去其实我就心里就挺不痛快的 我就觉得 就是赚得少 就是挣得少 我就我就会把这个问题 五线地放大 但确实也是这个根源 不是 当时你不 你选择他 也并不是因为看中他的钱呀 不就爱这个人吗 他那个时候不就这样吗 但是他说的努力在哪儿呢 越赚越多在哪儿呢 都没有啊 努力是他的一个态度 越赚越多是一个客观现实 咱们不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 你努力了吗 兄弟 努力了 但是你现在承认你不行是这意思吗 也 也行 也行 那你被挣去呀 就是我业余时间比较多 因为我们工作是 相对来说 就比较清闲的 业余时间多 我业余时间就是 会做一些小的兼职 或者说包一些小的零工 所以你业余时间还要兼职打工是吧 对 挺上级啊 没有 你说说你都打什么工了呢 就是我去送过外卖 对 是去送了 我承认 多棒啊 那时候挺冷的 让他去了 我挺心疼他 又买的棉手套 又买的护膝 但是买完就不去了呀 为啥 就挣的那个钱 还不如我给他买的这东西的钱 为啥呀 因为冷 你这 然后也做过别的 然后也去那个工厂里边 包那个某工货 我那时候拜天在上班 晚上去包货 那次是干了两个多月 也是挣到钱了 对 就那一次 这认识这么久 包括结婚两年 我承认就那一次 他挣到钱了 而且也努力了 付出辛苦了 那其他的呢 都没坚持下来是这意思吗 对 没有坚持下来 我认为是这样 你说你不挣钱也就算了 我觉得他也没有在这个家务上面帮我 因为你说你比较闲 你回家之后你多做一些家务 我心里也高兴 是吧 但是我工作比较忙 然后下班之后 又得做饭 又得收拾家务 他就在那儿玩手机 看电视 待着也不做 这你就不对了 我其实也不是一点也不做 就是会帮一点小忙 然后就是中的体力货 我说一定是不会让他干的 一定是我干的 不是 家里也没什么重体力 家里有啥重体力 现在是 对吧 你现在家里有什么重体力 咱们自己想想就知道嘛 他就是懒 然后我也给他想过办法 就是他可能想不到怎么去赚钱 然后我朋友恰好 就是他一个转手 一个爆米花机 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吧 补贴家用 一天卖一二百颗钱 应该是够用 而且没什么技术含量 然后我就是软磨硬泡的 低价收购过来了 我就怎么让他去我们那个租房子的小区门口 去卖爆米花 就去了一天 第二天就不去了 为啥 那咱们租房的那个院 那不全是我公友吗 那我年纪轻轻地奔爆米花 而且以后再晚上也太不起头了呀 好面子 就是各种的理由 就是不去赚钱 然后我也就挺生气 但是自这次之后 可能我也是总跟他唠叨吧 他就不经常回家了 你不经常回家了 也是